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一讲的第二节 什么呢 会计循环 事实上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会计循环是什么吧 这包括这么几部分 这里边跟那什么呢 跟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会计的方法有点像 有那么一点像 或会计核算体系 有点像 但是这个通过这一点 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啊 还是讲会计的全部工作是什么 会计的全部工作是什么呢 说通俗一点是记账 说的更准确一点什么 既然有准确 那就是准确的记账 那么你怎么样才能保证 自己的记账是准确的呢 一般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记账的时候 有据可依 有据可查 是吧 当你做任何一件事都有依据的时候呢 这件事可能准确哈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怎么样呢 还要再检查 还要再调整 最后呢 你会准确的记账 准确的核算成果 准确的做出一份报表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 要想准确的记账 我们大概是需要干什么啊 然后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下 我们到目前为止 上了这是 第十奖了 我们一共干过什么 在整个体系当中 距离哪一步啊 我们看一下 整个会计循环第一步是什么呢 编制会计分路 是吧 根据原始凭证 分析经济业务的内容 以及 涉及到哪些账户 以及它是增是减 就是什么 编制会计分路 看到这一步是不是很上心啊 我们讲了这么多 这课已经进行了大半了 结果我们只做了第一步啊 是吧 我们 你看我们前面讲课 到重点的时候 就是怎么样 分路应该怎么做 是吧 其实从理论上来讲呢 我们应该是先有分路 然后根据分路来记账 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方便啊 比如说我们整个利润合算过程 要节转收入 要节转成本 是吧 本来这节转概念 因为太虚了 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的 拿出账 拿出账簿来 先在账簿上 告诉你节转 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目的呢 回推一下会计分路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说啊 这个呢 我们也讲过一点了 把这个也讲过一点 我们再看下一个什么呢 根据总分类账户的记录 编制 试算平衡表 试算平衡表 我们讲没讲过呢 我们讲过的啊 只不过可能你们都还给我了哈 不记得了 我们在什么时候讲过呢 我们在讲采购过程之前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在讲哪的时候呢 我们在讲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试算平衡表 试算平衡表是什么呢 或者我们根据什么来做试算平衡呢 我们根据会计横等式来做试算平衡 会计横等式 最重要的一个会计横等式是什么呢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同时我们又规定说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是吧 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相等的 然后呢 你记录着每一笔业务 也都是相等的 那么不管你在任何一个时点 你卡给它解开 你看你公司里边全部账户 它的余额 必然也是借方余额 得等于贷方余额 如果不相等的话 说明你记账记错了 而如果相等的话呢 未必没有错 是吧 有可能你犯一个 两个方向恰好相反的错误 以及在两个方向同犯同样的错误 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编制试算平衡表 是很重要的 它帮助我们检查前面这两步 有没有记错 是吧 好 到这儿到这儿位置 好 检查了也没错 那是不是就完了吗 不是的 还有一些 因为我们现在会计当中 用的是全责发声制 而这个全责的发声 和实际现金收复的实现呢 它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差 或者有些什么呢 有些费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记录 或者说呢 有一些费用还没发生呢 但我们呢 就已经为此付钱了 这些呢 就导致可能是 我们这一期发声的费用 没有办法反映 当期的实际经营成果 所以我们怎么样了 我们得给它进行调整 给它进行调整 同样调整之后呢 我们也会做出一个调整的分路来 根据调整完的分路怎么样呢 再次记账 根据调整完的分路呢 再次记账 好 事实上如果你足够严谨的话呢 再次记账之后 你可以再加一个失算平衡 但是一般的 因为我们这讲过了 这就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调整 事实上这个调整是做哪一步呢 把这两步调整之后再做一遍 是吧 好 到此为止是怎么样呢 到此为止 我们如果前面记账没有错的话 我们基本上已经准确了 反映了这个公司 在这一个会计期间的全部经营活动 包括收入实现 包括费用支付等等等等 以及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他们的状态 就怎么样呢 我们根据得到这些 根据我们准确的记账 编制会计报表 编制会计报表 然后呢 对外公布 对外公布我们的经营成果 这个对外公布呢 可能包括向公众公布 比如说你是上市公司 即使你不是上市公司 你起码得向你的老板报告 好 这一套下来呢 是我们会计工作的全部内容 同时呢 这个年初的时候 到年末的时候 卡卡来这么一套 第二年的时候呢 再来一遍 第三年呢 再来一遍 所以呢 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我们把它叫做会计循环 然后呢 我们知道 这一步我们学过了 这一步我们知道一点 而这一步呢 我们在前面讲过 好 然后呢 围绕着这一些 这里边啊 哪一个可能是最难的呢 我们说 这两个讲过 这个前面提到过 而剩下这边呢 这个呢 事实上是对这一步的重复 这个是放在最后的 那么最难的可能是哪一个呢 可能是这一个啊 编制期末调整分路 并趋以过障 因为调整这块呢 我们并没有完全涉及到 好 所以呢 这节课我们重点就放在这 为什么要进行调整 调整哪一些 以及怎么调整的问题 好了 为什么进行调整哪一些 以及怎么样调整啊 为什么进行调整呢 因为全德的发生和收复的实现不一致 在时间上不一致 所以我们得进行调整 调整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围绕这个 开始讲哈 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呢 第一个 应济而未济的收入 应济而未济的收入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事呢 我们看啊 以这个为例就行了 企业持有一笔 按年支付利息的存款 有可能吧 你像存款 你可能到年底的时候 然后银行 一下给你算一下 今年的利息是多少 假设呢 假设银行是在12月31号 当天给你算利息的哈 那我问你 你的利息 你这笔存款的全部利息 是在12月31号 那一天获得的吗 如果是的话 那简单了哈 我平时钱都放在外边 等着到12月31号 那一天卡存入银行 他给我利息 我马上就跑 这收益率太高了 所以很明显不是哈 那应该是怎么样呢 他是一天一天累积下来 直到怎么样呢 直到那一 当天 12月30号那一天 银行给你支付一年的利息 好啊 那么呢 我们现在到哪了 我们现在到3月31号了 3月32号怎么办呢 要卡截止一下 观察一下企业的状态 出企业的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是吧 一季报 好 在这会儿的时候 我这一笔银行存款 有没有取得利息呢 毫无疑问是有的哈 而这笔利息 我们算了吗 起码在前面是没算的 起码在前面是没算的哈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就应该给他算上 给他算上 好 我 事实上 在3月31号那天 或者整个一季度 应当收到一笔利息收入 应当收到一笔利息收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利息收入肯定不是12月31号当天产生的哈 应当收到一笔利息收入 问你 你实际当中收到了吗 没有哈 没有 银行没给你呢 他到年底的时候才给 所以说呢 我们根据这个 做会计分录的时候 那第一步什么呢 应当收到一笔钱 你能想到的一个概念什么呢 应收款 应收款什么呢 应收款是企业的资产啊 好我一问 比如说应收账款 它是企业资产应当收到一笔收入 收入的收到会使资产增加 是吧 所以说呢 借方应该记录资产的增加 我们这个借方一般是什么呢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好 借方记录完了 那么代方记录什么呢 借方记录了资产的增加 代方记录什么呢 借方不如记录这项资产增加 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方式 来实现这个资产的增加的 这个银行存款的利息 应该算在哪呢 这个大家应该是没有接触到 银行存款的利息啊 我们是从会计原则上来说 有两种方法来算 第一种是什么呢 确认为收入 确认为收入 第二种是什么呢 我们说收入的发生有两种 第一个 收入可以使企业的资产增加 或者负债减少 是吧 然后在这里边再跟大家说一个 我们这会儿呢 不确认收入 而把它确认什么呢 充减费用 充减什么费用呢 收到利息 它充减什么费用呢 充减我支付利息的费用 你支付利息的那些费用 寄做什么费用呢 支付利息的费用 支付利息应该是我筹资活动产生的 是吧 筹资活动产生的费用叫什么呢 叫做财务费用 而我们这个 那么收到利息 像你看支付利息 会使你财务费用增加 那么收到利息呢 既然是充减 就是使财务费用减少 费用增加即借方 减少即贷方 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儿 是给它看作是 充减财务费用 所以说呢 是贷计财务费用 你要记着 这个贷计财务费用 你不能直观的理解为 这是财务费用的减少 费用只会不断的发生 不断的发生 只有增加额 至于减少额是吗 那个减少额叫节转额 不叫减少额 所以说这里边写了个 贷计财务费用 那么如果是我们从那个账户上来看呢 财务费用增加即借方 减少即贷方 它是减少吗 它不是减少 它是一个冲销的概念 本来呢 因为我在银行贷了款 我要每年支付一万的利息 这利息是财务费用 但同时呢 我又有一笔存款 我收到了一千块钱的利息 所以说我实际只要支付多少利息啊 九千块钱 这是财务费用 所以呢 这个是表示财务费用冲减 这么一个概念 好 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需要调整的项目 应计而未计的收入 由于权责发生制和收付时间制 它们之间在时间点上的差异啊 好 有应计而未计的收入 有没有应计而未计的费用呢 应该是有的啊 应该是有的 是什么呢 和那个相反就行了啊 我们刚刚是持有一笔银行存款 现在怎么样呢 我们持有一笔贷款啊 或者到银行里边贷了一笔钱 假设呢 它也是规定到年底支付 我到年底支付给他利息费用 到年底支付利息费用 那么那个利息费用是反映的什么时候呢 你使用 你在多长时间内使用资金的成本呢 答案是整整一年之内 是吧 好 你第一个季度使用了 你需不需要为此而支付一部分利息费用呢 好 我以为是需要的啊 那么既然需要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对此进行会计分录的登记 好 对此进行会计分录的登记 好 支付利息费用 支付利息费用 前方我们讲了 是财务费用 是吧 是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呢 是费用 需要支付利息费用 表示费用增加 记在借方 那么代方记在什么呢 啊 或者说这笔利息费用你支付了吗 没有 是吧 因为到年底的时候才付呢 所以这应该是怎么样呢 就是应该付而没有付的费用 是吧 所以说应该怎么记呢 大概应该是 这么记得啊 是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所以说你看怎么样呢 你在一季度的时候 你会记一笔应付利息 二季度的时候记一笔应付利息 三季度的时候记一笔应付利息 这三笔应付利息 都是以你财务费用的形式发生的 这会儿你没有付 而到四季度的时候怎么样呢 你得付这三笔应付利息 以及四季度的 也是他的财务费用 是吧 最终呢 总量是多少呢 是加起来这个银行贷款 你全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费用 这个是我们说需要调整的第二项 应记而未记的费用 还有没有呢 还有啊 啊 有些费用是你使用了 但是还没给 还有什么呢 有些费用是你给了 但是还没用 啊 比如说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预付费用 在这里边呢 我给了大家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你企业预付了一年的电费 预付了一年的电费 如果说我们假设啊 假设我们是以银行存款 预付一年电费的话 这个会计分头应该怎么做啊 这个大家都做 大家都学过啊 这个跟你什么呢 跟你去买原材料 先付费 后拿东西差不多啊 借记预付账款 代记银行存款 是吧 好 然后呢 有了预付账款 这一回事了 然后我问你 你年初的时候付的 全年的水电 全年的电费 是在一季度用完的吗 答案不是啊 当然不是 一季度用了多少呢 一季度 假设啊 我们说平均用了 一季度用了全年的四分之一 用了全年的四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得 你想 你如果是去 先付了 先做了预付费用 然后你去买原材料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我们说是从预付费用里边扣 是吧 在这呢 也是一样啊 也是从预付费用里边扣 好 这个电费 电费我们把它做为什么呢 电费是做管理费用的啊 电费是做管理费用啊 我们假设什么 是我们企业厂部嘛 是吧 他办公室里边点的灯 耗的电啊 他是管理费用的 所以说我们看这是一个 应该是怎么做呢 借记管理费用 表示 这个借记管理费用是吗 表示我付的电费 付的全年电费的四分之一 季度一季度的管理费用 表示呢 我这一季度用了这么多电 所以我管理费用增加了这么多 而这些管理费用从哪里边扣呢 从我年初时候 提前支付给那个 假设发电厂啊 电厂的 一般不是电厂 应该是什么电业局之类的啊 支付给他那么多钱 然后从这里边扣掉一部分 预付账款 是我的资产 是吧 从这里边扣掉一部分 然后我的预付账款减少了 减少了还剩多少呢 还剩三个季度的啊 提前预付的三个季度的 点费还没扣 是吧 二季度再扣一部分 三季度再扣一部分 四季度呢 再扣一部分 最后呢 就会变没了 好吧 当然调整的坑呢 可能还有啊 调整的坑不是可能还有 肯定还有啊 只不过怎么样呢 大概的都逃不过 我们前面讲的 这么三个内容 是吧 应该调节的收入 应该调节的费用 是吧 或者是 这是预付 那个是以用而未付 是吧 就大概这么三个 好吧 把这个 把这三个调整了之后 怎么样呢 我们再根据这个调整的会计分路 再记账 这会儿呢 就能够相对比较准确客观的反应企业这一年的进行成果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准确客观的进行成果来编制我们的财务报表了 好吧 然后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些课讲了什么 我们这些课呢 通过会计循环 带大家大概的体会了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课程 在我们整全部的会计工作当中呢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然后呢 在强调会计循环当中 我们很少设计的一部分 一些账目的调整 拿出来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账目调整 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 然后呢 为我们下面接下来的 实际上我们接下来讲什么 接下来就讲我们 虽然已经讲过 但是那些前提 那些后缀呢 好吧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